TRX Total Body Resistance Exercise 成生性阻力训练是近年来最流行的健身方式 主打老少嫌疑在任何时间与场所都能用简单器材轻松锻炼自己的体能 而近期由于COVID-19疫情 欧美地区许多国家实施居家隔离 许多TRX教练因而无法工作 此时公司创办人Randy Hattrick 决定提供消费者三个月免费使用TRX App的服务 每天透过Zoom的直播平台 为困在家里的消费者提供两次直播培训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8月18号 由陈慧敏所撰写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 Randy Hattrick是TRX的创始人 南加大历史系毕业后 Randy想在攻读硕士学位前先完成报效国家的心愿 一方面也是想挑战自我 于是他决定报考加入全世界训练出了名言格 淘汰率高达80%的美军海豹突击队 完成四年训练后再思考下一步 在海豹突击队里 心态和体能是学员能不能完成训练的两大关键 心态方面所有学员被教导 只要随时做好准备 专注在任务目标 不要分心去想万一我搞砸我就完蛋了 而在体能方面 队员每天都要进行2到4小时的基本训练 在美国本土收续时 基地里有完整的器材 但当部队被派到海外出任务时 常常待在丛林、小岛等各种艰困环境 因此只能进行简单的伏地挺身 仰卧起坐 一旦任务结束回到基地时 需要一段时间练回原有的强度 有一次Randy随部队派驻到东南亚 任务是拯救被海盗挟持的巨型邮轮和大型商船 而这项任务常常需要队员驾着小艇 从神梯快速地爬上大船 因此攀爬所需的背部和手臂肌群相当重要 当时部队驻扎在一间小仓库待命 Randy正想着该如何强化攀爬所需的肌肉 他无意间在行李中翻出一条高中时练柔术用的蓝色腰带 于是灵机一动把腰带末端打了个结 用门板夹着另一端用手拉着 双半身往后仰进行训练 同胞们看着Randy拉着一条绳子摇来摇去 一开始觉得好笑 但没多久就心聪聪地凑过来一起研究 怎么改变拉带子的姿势 角度达到和健身器材一样的训练效果 因为有趣又实用 Randy的小发明渐渐在部队里传开 回到美国后Randy跑到降落伞工厂 用强度更高的降落伞绳改良了他的小发明 工厂里的人看了也觉得很有趣 就用一箱啤酒和Randy换了一条训练带 还建议Randy应该把这个小发明拿来大赚一笔 四年很快就过去 但Randy觉得军旅生涯太有挑战性 又刚好有机会到加州的海军研究院 攻读国家安全事务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后来又被选入精英特派任务组担任指挥官 这一呆就呆了14年 直到36岁那年Randy觉得是时候进入人生的下个阶段 就申请退伍并考上了史丹佛商学院 Randy进了商学院后 课语时偶尔会拿出包包里的训练带绑在树上就地训练 有些球队的教练 球员路过时感到好奇 纷纷上前询问Randy这条袋子的作用 听完之后很多人也想买一条 随时随地训练 Randy没想到他在军中的小发明 也能获得一般运动员的热烈反应 于是他在商学院的前两年 专心做目标客户的调查 收集意见 改良这套TRX系统的雏形 并写成专利商业计划 准备念完商学院后创业 毕业后Randy在他的车库里 用一台旧缝纫机以及简单的工具 做了几条TRX训练带 开车到附近的铁育馆 健身房推烧他的产品 但因为对方没看过这种新潮的训练方式 对效果抱持怀疑的态度 只愿意小量购买 虽然Randy这段时期花了大量时间到处推销 但利润和销量都很低 接下来Randy听说 圣地牙哥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三天的健身器材展 有很多厂商和体能教练会到现场参观 他就把手边所有的TRX训练带塞进后车厢上路准备参展 到了展场Randy亲自示范如何使用TRX训练带 解说这套器材容易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训练的好处 引起现场很多体能教练的兴趣 三天展览结束 所有训练带都卖光了 这让Randy找到了市场的入口 因为这些体能教练是专家 如果他们觉得TRX有用 就会主动推荐客户买一套在家练习 成为最好品牌大使 另一方面请得起私人教练的 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客户 口耳相传之下就成了健身界的新起趋势 比起家前买广告宣传 Randy找到这样的模式 虽然成长缓慢却很扎实 TRX创立初期 许多员工是Randy以前在海豹突击队的部署 一起经过严格的军队训练 对工作充满誓死如归的精神 但随着规模成长 员工扩边 许多的平民老百姓加入后 Randy发现这些平民期待准时上下班 中午需要适当的休息时间 下午茶时间等福利 在他们的眼里一切只是工作而不是任务 Randy意识到他以前在军队里领导的是一群绝对服从命令的人 可以像自己一样从早到晚使命必达的工作 但在企业里若把员工当成特种部队操 根本没人受得了 因此他尝试改变订定目标 把原先一次到位的大目标拆解成阶段性的小目标 我们三年内要拿下全国七成健身房的订单 转变成我们第一年先掌握社区小型健身房 第二年开始往中大型健身房集团进攻 但相对而言Randy也建立底线 一旦确立方向后 明确定出团队想要获得奖金 必须要拿出相对应的成果 万一出包也需要彻底厘清原因 并建立制度防止未来再度发生 赏罚分明 TRX的业绩刚开始成长 Randy开始寻求天使投资人的资金用以扩张 募资的过程中他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当时他只能回答没有 他面临的正是著名的创新两难 创业者在证明自己的想法很好之前 没人愿意抄袭 一旦投入大把新力和资源得到初步成果 抄袭者马上蜂拥而至 享受前人的心血结晶 TRX也面临了相同的挑战 当Randy获得资金开始扩张之后 许多抄袭者都看到了TRX的潜力 纷纷压低成本 用便宜的价格出售粗烈的仿制品 鱼木混珠 更糟的是这些粗烈的产品常常发生灾难 让使用者摔断手跌破头 但消费者不知道自己买了假货 就打电话给TRX的客服团队要求赔偿 索性Randy一开始就在所有的产品 他们回复他 Randy你只能忽略他们 保持专注 确保自己一直走在前面 于是随着TRX品牌与服务日渐完善 过往山寨的对手也渐渐消失 但Randy也坦言 现今网络传播速度更加快速 让创新者面临抄袭的挑战更加艰困 如果TRX诞生在现代 他很可能也成不过这场抄袭战争 创立14年来 知名演员Jennifer Lopez 游泳选手Michelle Phelps 都是TRX训练的爱用者 而目前获得TRX训练证照的训练员 有30万名和5万多家健身房进行合作 但根据统计 仍有80%的运动人口 选择在家运动不上健身房 而近期COVID-19疫情让健身房生意冷清 也让TRX成长虚缓 但Randy在海豹突击队受到的教育是 在危机中寻找机会 召集员工思考 不能趁着疫情为公司找到未来的发展机会 讨论过后 Randy决定把原先要价295美元的TRX培训课程 放上网络 透过视讯平台Zoom免费提供给注册用户 不仅为新进培训人员提供入门机会 也为资深人员提供更高级证书的进修 同时训练员的年资在疫情期间持续累积 希望让训练员在疫情期间仍能自我进修 待疫情结束后有更好的资格服务客户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